微軟靜靜佈局脫勾 失業潮殺到 專家擔心大獲犯重返中國 中共網絡審查再收縮 手機檔案傳輸 計劃實名制 車神領導人員要新軍備 衣外曝光中國制裝甲車 怕什麼? 河北店主掛高考家有橫額 被城管強拆 泰星BKPP香港見面會 支持人被指蝕歧視 被粉紅攻擊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黃蓉 今天是6月11日 星期日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國經濟慘淡 房地產市場毀美 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隨時爆爆 歐美投資人離開中國 外資企業撤離 失業率不斷創新高 最新消息指 美國科技巨頭微軟 也都靜靜撤離 英國《金融時報》6月9日報導 總部設在北京的 微軟亞洲研究院 MSRA 已經著手辦理簽證 將40名頂級人工智能專家 撤離中國 轉往加拿大 報導引述專家指 這是微軟在中美關係 越催緊張的情況下 作出的防禦舉動 避免頂尖人才 被中國科技集團招攬 研製中國版AI工具 外資撤離 加強中國房地產困境 最近一段影片被熱播 主題是世界五百強外派職業經理人 大批撤離導致上海豪宅租金暴跌 影片很快被中共封殺 但是估計已經有2,000萬播放量 在影片中 一名男子站在冷冷清清的上海復興路 指著馬路兩邊空蕩蕩的樓宇說 最近上海租金暴跌 我不做租任我也曉得 知道為什麼 外國人也走青光了 他還提到上海一些小區 例如名媛世紀城、嘉麗縣等 租金以前每個月 由人民幣1、2萬至4、5萬 租客都是在世界五百強的 跨局公司工作的外國人 現在這些人走了 房屋沒人租 他有個朋友做包租的 前幾年賺到盆滿、撥滿 但現在洩到一塌糊塗 房屋沒人租 同時失業潮也席捲中國 《大紀元時報》日前報導說 1970年代以來 中國經歷了三次失業高峰 第一次是1973年至1979年 文革期間下鄉的知識青年 要求回城市出現了就業危機 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1年 所謂的國企改革導致失業大潮 第三次就是目前在中國蔓延的 這一輪失業潮 由2020年即是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出現 失業規模逐年攀升 估計2025年會達到歷史高峰 旅美經濟學家李恆青分析說 自己是在文革時代出生 經過前兩次的失業潮 而目前這次大規模失業 和前兩次不一樣 整體形勢越來越不好 李恆青說 他真正擔心的是 這一代年輕人 最後對未來失去希望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王國神認為 未來可能變成全面萎縮 到最後怎麼辦呢? 可能只能給老百姓一口飯吃 那就是吃大鑊飯 供銷社 下鄉勞動的政策 仍是會搬出來 中共網絡審查日趨嚴厲 監管部門計劃加強對手機用戶 使用藍牙、Wi-Fi 和隔空投送Airdrop 傳輸信息的管控 或者需要實名制才可以使用 即使這些協助中國異見人士 籌早抗議行動的重要渠道 或者將會被堵塞 但是仍然有民眾樂觀認為 反抗之火不會輕易被撲滅 大家仍然能夠很快找到新的發聲方法 中共網信辦6月6日公布 近距離自早網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公眾意見徵信通知 說截至7月6日 公眾有一個月時間可以對這項議定的新規則提出意見 網信辦說 近距離自早網信息服務 是指利用藍牙、Wi-Fi等信息技術 近距離即時組建網絡 並提供發表、接收信息的服務 規定要求用戶不可以利用這項技術傳輸違法信息 如果收到違法和不良信息 應該向監管機構投訴和舉報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第六條規定 近距離自早網信息服務提供商 即應用程式開發商和電信業人士 要依照中共網絡安全法 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資料 才可以使用藍牙、Wi-Fi等進行傳輸 另外 網信辦還要求服務提供商 應該設立自動關閉接收數據的功能 如果用戶接收數據的時間太長 就應該自動關閉接收 服務提供商還被要求 提供便利快捷的投訴舉報渠道 即時受理用戶的投訴和舉報 中國異見人士擔心 這項新規定會令他們在動員 或分享資訊方面的渠道受到影響 一位匿名的軟件工程師表示 想在中國繼續運作的手機和應用程式開發商 將會被迫遵守新規定 否則就會被應用程式商店下架 這名軟件工程師還補充說 與微信一樣 程式開發商必須響應審查 聽命令進行下架 這些新規定 可能會成為非中國應用程式 發展中國市場的障礙 例如一直深受中國活動人士歡迎的AirDrop 近年來 抗議者經常使用該功能 來籌組 或向其他人傳達他們的政治訴求 因此令他們在不暴露個人資訊的情況下 可以向陌生人傳輸資訊 在過程也不需要 透過被中央監控的網絡系統 但是去年11月 蘋果突然限制該公司手機的隔空投送 AirDrop功能 在中國地區的設備使用 而非中國區的用戶 就沒有該限制 即使如此 荷蘭的中國民權活動家 林生亮表示 中共對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 令很多中國民眾已經開始覺醒 雖然中共當局急切想要堵塞網絡上的漏洞 打壓反對聲音 但是反抗之火 不會輕易被撲滅 他說 我們還是會找到新的發聲方法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盟友 車神領導人卡德羅夫近日發送一段影片 炫耀部隊新的軍備 誰知被外界發現 其中竟然包括中國 國際製造的裝甲車 這也成為中共軍事援助俄羅斯的再一鐵證 據歐亞新聞報導 當地時間7日 卡德羅夫在他的Telegram頻道發送了一段影片 顯示車神部隊各種最新購買的裝備 並且強調這些裝備 是將會用於對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 而畫面裏就出現了8輛 由中國陝西保雞專用汽車廠製造的虎式裝甲運兵車 意外證實了車神部隊已接收了中國製武器 報道指出 由2012年起 中國將虎式裝甲車出口到國際市場 其中包括很多世界各地的安全部門 但是這些裝備的出口 全部都需要獲得北京的許可 雖然俄羅斯當局之前 從來都沒有承認 有接收過來自中國的任何軍事援助 但是這次卡德羅夫的影片和言論 就證實了中共 不僅出口軍備到親俄部隊 而且這些軍備更是直接用在俄烏戰爭 中國大陸高考期間 河北保定一間中學附近的商戶 在店鋪門口掛高考加油的橫額 為考生打氣 誰知就被城管強制拆除 引發網民輿論爭議 據大陸傳媒報導 這間開在一間中學附近 名為百丈冰雪糕批發的店鋪 見到高考就到了 想著學生平時都很關照他的生意 所以就想為家長和考生送一些免費的水 就在6月8日高考第二天 在店鋪門口掛了一條祝福的橫額 上面寫著高考加油 祝各位考生金榜提名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 這簡簡單單的13個字 就被城管認為是賣廣告 於是4名城管 不理店主的解釋 強行將橫額拆下來 還說橫額影響使用 有涉嫌賣廣告的嫌疑 要祝福在心裡加油就可以了 店鋪老闆很不服氣 表示橫額上沒有店鋪的名字 也沒有介紹產品 就是單純的祝福說話 如何判定這是賣廣告呢? 在很生氣的情況下 老闆將這件事上網 在引起輿論爭議之後 有關部門回應說 之所以拆橫額 是因為規定要求 戶外廣告懸掛 需要提前上報備案 網民對此議論紛紛 有人說 這兩行字上報備案的具體 依據是什麼? 網民回覆說 沒有依據 我的規矩就是規矩 有人說 真是沒有必要 就是這幾天 大家一起營造良好的考試氛圍 有什麼問題? 都是相加自發的 我們村裡電線桿也有掛這種祝福 難道也是賣廣告? 有人透露自己的經歷說 在我店裡的玻璃 貼了一個招聘看視 罰了五千 也有人質疑 就算是賣廣告又如何? 不可以賣嗎? 那店門口不能放在哪裡? 那罰款我可以在心裡交嗎? 現在什麼時代? 我真是看不明白 有網民認為 官方之所以這麼緊張 是因為怕橫額 這令人聯想到去年 中共二十大前夕 有人在北京四通橋 拉開巨大橫額 抗議習近平和中共 事件引發海內外關注 中共官方為這件事 也是如臨大敵 立即找看橋員 看守北京的各個天橋 甚至研發了專門監控民眾 拉橫額的技術 大紀元報導引述美國監控研究公司 IPVM最近的報告 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正在向中共政府提供一種技術 利用人工智能錄影鏡頭 收集抗議者的面部特徵 來監控他們在何時何地 拉開抗議橫額 泰國一個人氣偶像組合 近日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時 一位主持人將中港台相提並論等言論 觸發大陸粉絲的敏感神經 質疑他是辱華 並在網上攻擊 最終導致主持人被撤換 綜合親共香港傳媒 大公文匯網和香港新聞網報導 6日晚 泰國人氣偶像組合 Bill Kin & Pee Pee Kreet Bee Kee Pee Pee 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時 見面會主持人 發表了涉及台灣言論 將中國、台灣和香港並列提出 引發台下粉絲不滿 並大喊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來表達抗議 還有網友爆料 主持人和現場工作人員 在舞台上的語言和行為 疑似是歧視大陸粉絲 例如主持人在與台下互動時 問台下有沒有台灣人和香港人 還拉長聲音問有沒有中國人 另外主持人還在遊戲環節時 堅持用廣東話 和被抽中上台的內地粉絲交流 之後主持人用普通話問 你聽不懂嗎? 那就不能玩遊戲了 相關事件一經傳出 有大陸網民認為 主持人的言行 和之前國泰事件並沒有區別 都是赤裸裸的挑釁和歧視 甚至還有網民 應該對該主持人追究刑事責任 海外網民就表示 小粉紅的心理防線又被突破了 小粉紅已經可以做到自發性審查了 玻璃心隨處可見 據《香港明報》9日報導 在內地網民的批評聲浪下 主辦單位在第二場的見面會時 已經更換了主持人和翻譯員 該事件也被形容是國泰事件2.0版本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